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印度 韩国 甚至北朝鲜的金正恩都发来了这个慰问店 但是三三来迟的就第一轮发这个慰问店的没有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一直等了一天以后 那么习近平才三三来迟发了一个最简单最平淡的慰问店 就是说我和我夫人彭丽媛祝总统夫人 总统和夫人梅拉尼呢 这个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平安 这是应该说是国家领导人之间发挥问店 从礼仪角度来讲 他能够做到的最低程度 没有再多一句话 所以这种情况对于习近平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过去 你看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正要发这个 无论是宴店啊 慰问店啊 贺店啊 都是没有这样子简单的一两句话就敷衍了事 所以可以看出对习近平内心中对川普有多么大的不满 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轻描淡写的 在全世界政要都在发慰问店的时候 他勉勉强强散散来迟发了这封这个慰问店 还这么敷衍了事 就一两句话非常的平淡 可见中美两国的关系 现在如果不是说进到一种所谓冰点 临界点 那也是非常的冷淡 那我们看到川普和夫人 他们是接受这个医疗治疗 对吧 首先他们是从白宫坐了那个直升飞机 然后飞到了 其实离黄盛顿DC市中心啊 并不远 有一个叫Bethesda Bethesda是属于马里兰州的 离我住的这个地方呢 开车大概只需要不到20分钟 十几分钟就到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地方它的名称啊 就是它接受治疗的机构叫做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的在传染病医学和其他的一些紧急治疗方面 可能是有比较权威的专家 再加上由于它是军事医疗中心 所以可以排除一些其他的外人的干扰 可能封闭性 隔离性比较强 那么现在呢 这个当川普坐的直升飞机到达了这个中心之后 还有一段大概几十秒的一个视频 表现他向美国人民表示 他说我现在很好 状态很好 当然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有很多的说法 有很多的传言 包括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在传说 当时说总统被诊断出有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 他受到了惊吓 这是有的据说是白宫的人透露出去的 那中国媒体看到这样的消息是特别的高兴 大肆的渲染 但是呢 我看到英文的媒体里边 没有说这方面的 没有对这方面进行渲染 也没有说是谁披露了消息 但是比较确切的就是 川普呢 被诊断之后就发了高烧 但即便这样 他在上直升飞机的时候 他没有坐担架 没有像这个被紧急抢救那样的 而是自己呢 戴着口罩走向了飞机 他自己到达地点也是下了自己走下飞机 所以呢 没有看得选的那种弱不禁风 今年74岁的川普呢 大家说他身体非常好 尤其是他的这个医生曾经为他做体检 说他身体壮得像头牛啊 就是非常的壮 不像是74岁 而且用一句什么话来形容呢 说他有点像那个累球的 四分之一后卫的那个体力和状态 就说他74岁的老人 居然像20多岁的年轻人那样 身体状态非常好 但这次呢 得了新冠病毒 那肯定呢 还是要认真对待 所以现在医生已经给他开了一些药 吃了那个瑞德西韦 就是所谓的一种专门抗这个新冠病毒的药 当然这个疗效呢 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确定 现在呢 他除了这个以外 在这之前 川普自己本人也吃这个像芯啊 补芯 对吧 还有那个维生素的D 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褪色素这一类的东西 他都是吃过一些东西 但是有人说阿斯匹林他也吃 但是有人说他没有吃那个叫抢路葵 抢路葵是对付那个瘧疾的 是相当于奎宁这类的药他曾经专门向别人推荐过 但是据说他自己并没有吃这个药 所以现在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前方记者现在已经在现场 就是这个医疗军事中心 这个军事医疗中心的这外面 聚集了很多记者 还有关心川普总统和夫人安危的人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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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